哈囉,我是Yumi 哈囉,我是Ni 我們是Ami and Tony 我們今天要來講一個 被大家敲完很久的話題 就是 救命啊! 日本人的朋友好難交! 交不到朋友 我們應該算有交到朋友吧 應該算吧 我們應該不是 我們會覺得是朋友 有沒有可能 對,但是應該有啦 應該有,應該算有 就算我們還是覺得就是 跟台灣的好朋友在一起比較接待 但還是會有日本朋友 也會跟他們出去玩 沒錯 所以今天可以跟大家來稍微分享一下 首先呢,其實應該要跟大家聲明 你們並不孤單 對,交不到日本人的朋友 不是你們的問題唷 是全世界人都這樣覺得 對 因為有一個叫做 Internations 它是一個海外在住的人們的一個交流的平台 交不交到朋友啊 像這種的話 就會訪問大概一萬多個吧 一萬五千個左右的 就是住在海外的人士 讓他們去回答說 你覺得很好交朋友 跟很難交朋友的國家是哪裡 然後我們榜單就在這邊 然後我們的台灣是第六名 好厲害喔 我也覺得台灣超好的 對,真的很好 因為台灣人對外國人很友善啊 對 新拍到頂的國家呢 是這些 其實有 嗯 嗯 的感覺 就是還蠻可以 對 點頭的 他們其實是很友善 然後你遇到困難他會幫你 但是他不會把你覺得就是 可以當朋友 或是你可以融入當地的生活圈裡面 我們那時候 我是那時候去法國演習的時候 也是同事有立馬變要好 然後有一立馬馬上去嗑咖啡 然後立馬可能要到家裡這樣 在日本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絕對不會發生啊 欸我最近終於 HOME BART REBUTED了 對 我想要是去 對 我想要是去對自己 可能有點意思的男人的家 就是在水性洋化啊 所以這件事情就是一個 全世界準則就對了 他其實有提到一個 我覺得也是蠻有道理的 他就說因為其實 大家都會以為是言語上的問題 但其實不是 因為你看被選拍到底 北歐國家 他們英文都非常的好 對啊 然後其實像剛剛那個 荷蘭也是 我剛剛有點嚇到 荷蘭居然也是 沒關係沒差 反正我們只知道 日本就是不好交朋友 對 因為不只是 不會國人這麼覺得 連日本人自己也交貓 連叫貓 好我們告訴大家 他們怎麼樣 多少人交不到朋友 大學生 對已經大人了嘛 大學生其實 煩惱交不到朋友的比例 大概有兩成左右 台灣的話是大學 他可能有學長解釋 以及我們會辦很多 一起辦活動 跟什麼小組討論對不對 可是 日本他就只能靠你的 就是 就是 但是我覺得就是 就是 選擇又比較少 除非你是去那種超大的 不然是人量那麼多 就只有 十幾二十個人 然後 人又太多了 就如果你去那種 田地莎之類的 就可能就是幾百人 對 對 所以好像很難有一個 剛好的 對 而且你看我想到就是 其實我們也是因為 國高大學都在同一個 國中好的人可以在同高中遇到 就比較不孤單 高中好的人又直接在大學是同系 所以 就其實 你會有個基礎在 基礎在 就你不用再多費一些心思 可是對他們說 全部都是不知道在哪裡 打掉重來啊 對啊 所以東京他們就會 找東京對不對 東京就是自成一個 可是其他外縣市來的 我覺得其實就蠻慘的 對啊 就一定要從頭來 就算你在 就原本的寂寞 就是鄉下的時候 過得還蠻爽的 就是你一打掉 那我從頭來來了 很容易就遇到挫折 對 然後 萬一大學 你一開始都覺得自己 什麼人際王這樣子 然後結果到大學才發現 不是這麼一回事的時候 很令人傷心欸 對啊 再講我們身邊的例子好了 我前夫也是 他就是跟小學的時候 的補習班 有一群人 然後但他們也是大概 一年兩次這樣子 然後他大學時候 有交到一個朋友 那個人就還蠻拿不得 就這樣 但是一個 對啊 然後伊藤不是也沒有朋友嗎 伊藤大學的時候沒有朋友 我覺得他是因為 他國高中是一貫的校 然後非常的好 非常的好之後 大家都去了 我生打好喜歡 但是他故意選了一個部 就是他去了上次 然後去了之後 他就覺得他跟那邊的人 合不來 所以他就是 上次就是有一種很 他就封閉了自己的心房 然後 上次也有一種很裝的感覺 對啊 所以他後來就只交到 他也是只交一個朋友 一個女生的朋友 到現在都很海外 蠻好的 然後我也有見過 又看到一次 但是就是他就一直覺得 他的大學生活非常的悔暗 而且又一直遇到 美黑拉 對 我覺得那是因為 他就沒有朋友 所以他只會一直遇到 美黑拉 然後他只好就是 而且他可能就會覺得說 反正也沒有人陪他吃飯 他就去吃好了 然後就吃一吃 然後但又不喜歡人家 導致別人的美黑拉就越來越嚴重 蛤 這真的是惡性循環欸 對 蛤 而且他其實在 小孩子 欸那這樣子我前夫也是嗎 因為他那時候交的高中女朋友 也是美黑拉 搞不好也是 就是同樣的一個 趴大的惡性循環 我男朋友真的沒有朋友 他沒有任何一個 什麼關於他 從前的記憶 蛤 因為其實Ethan 跟他的那個 中高一貫的 朋友 有現在很好 就是 又現在變得非常的好 不是欸 因為我 我男朋友姐姐是大學異業 對啊 而且其實他 因為他對我三個孤兒欸 他以前是 他說他是足球隊 然後他甚至 畢業之後 進了一個做天性的公司 然後 他才是那個天性公司裡面的籃球隊的 所以他一直有社交生活 可是那些人並沒有跟著他 然後現在的社交生活 我就是只有高爾夫 求伴 我男朋友就是 沒有台灣人定義裡面的朋友 對 對 他只有我 難怪他每天都一直不願意找我 哈哈 一直也每天都一直找我 欸我們是因為 所以他們不是愛我 我們只是他們沒有朋友 因為我們是 我們什麼都可以 所以我覺得他們交女朋友 是把 比較把女朋友當朋友欸 對啊 所以他才不跟我做人家 我是他朋友 對 你是他的親友 他沒有辦法跟親友做愛 社會人 社會人調查 社會人是更慘啦 我就比哥哥 我就做了一個 調查 我真的快點 就是沒有 交不到朋友 就是沒有朋友的人 40歲以上的人有52% 對啊 欸我男朋友就是40歲以上啊 對啊 然後30歲以上的有49% 那就是一樣啊 對 就是其實都是一半以上了 所以就是一半以上的大人 都是沒有朋友的喔 他們比如說如果是每一個人生階段 他可能就是得到一個新的環境 就不像我們可以從國高中帶到的大學啊 對 沒錯 所以就會變成說 很方便 對 所以就會變成說很容易就是斷了之後 他如果新的那一步沒有走好 他就一直都沒有朋友 但是在上班之後 因為其實他們不同業種他非常多 對啊 觀念完全不一樣 就上次我不是一直被伊藤說失禮 然後一直被罵嗎 嗯 他沒有罵你啊 他自己也是差不多 對 我知道 但是就是我們這群業種的人 就是會是這樣想法 如果是跟一般普通商人族 他一定會覺得你都一直回事 你這個人到底幹嘛這樣子 生小孩也是 對啊 結婚生小孩 你就變成說你是同樣的年齡 你媽小孩同樣年齡 你才會跟他做朋友 他們就會有那種 頭一圈的一個群組 然後大家很好 所以會 然後再交儀式 然後你們的交儀式是這麼高的 交儀式就是一些 對 有小孩的父母們的 開心喝酒的地方 因為他去外面又很難嘛 他們就把小孩集中在一起 在意小孩給人家添麻煩 對 他們就會把同樣一個孕幼園的 你知道 同樣一個年歲的小孩 叫到某一個人的家 人媽說叫怡婷 然後大家帶酒啊 買一個 對啊 就是開心一整個下午 他有直接喝到早上 但是其實我覺得 大家帶出去 不會只聊小孩的事情啊 嗯 對對對 但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就是會只會聊小孩的事情 因為他們就是只因小孩而解釋 所以他們 對他們就跨過去那個線 我又沒有跟你當什麼 真心知心好友 對所以就不行啊 對所以就是 日本人也交不到朋友 所以大家不要太傷心 那到底為什麼他們這麼難交朋友呢 我覺得你分析的差好 這到底是誰寫的啊 就他們有四大習性 然後其實是有一些背景原因在那邊 所以大家先了解 他們為什麼會這樣 第一個就是 大家應該好像都不知道他們在想什麼 對 那你有考慮到搞什麼 搞什麼 對 而且基本上從 日本人嘴巴上說出來的 都是場面話 就是譬如說他如果每天稱讚你 我們可能就會以為他是 真的在稱讚你 他其實不是真的要稱讚你 他真是沒話講 對 阿米講可愛耶 對嗎 非常白癮 沒有啦 全世界很好 謝謝 謝謝